文字幕 李宗盛 商伎生 商伎生 有的人在寫 商畜上面伎生的 商上伎生 哪那麼麻煩 商伎生 這個東西 我們必須要到 很多這個同樣的寄生的植物 植物是一樣的 但是它要採桑樹上的寄生 採別的樹的寄生 沒有這個桑樹那麼好 我們有桑飄梟 所以桑樹上我們採兩個東西 桑飄梟待會也會介紹掉 那是螳螂 螳螂在上面結的那個窩 那個茄有沒有 那個很補 把那個窩讓它烤一烤 吃到都是補腎的 壯陽的 還有桑寄生 桑寄生 那個是我剛剛講的桑飄梟 這個是桑寄生 後面會介紹桑飄梟 那桑寄生呢 它什麼時候用 也是明目的 也是滋補的藥 它阻止 補肝 肩腎 肩筋骨 補腮壯腎的 腰強 腰背強痛的 就可以使用 為什麼要 桑樹上 你看我把唐龍川的找出來給你看 桑寄生解釋的最好 他別的樹上 沒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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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神中段的一定要 這個寄生在桑樹上來 為什麼 因為桑的性 桑者 木中之精 木裡面的精 那他寄生複之 他寄生得到 金和木之間的尖氣 而且他根不沾土 因為你寄生在樹枝 樹梢上面 他根不再碰到土氣 他是敢風氣而生 就是風吹大而生 沒有碰到土氣 所以他是清散封木的藥藥 那封是什麼 肝臟啊 對不對 所以很好使用 那個詞叫 這個腹木而生 像膽 腹肝 那胃又酸苦 那胆汁拿出來是苦味的 又酸又苦的胆汁 所以說胆的方面 都可以使用 桑寄生 桑寄生 他得木火之胃 因为胃酸苦 酸是木 苦是火 他就說也能清肝胆之火 通三胆 能夠通三交勒網 所以說他 這個 唐宗川解釋了以後呢 之後有更好的概念 說什麼時候 可以用桑寄生 現在舉例給你聽 比如說 比如說 我們現在知道 這個桑寄生呢 他是胃骨姓貧的 這個藥是酸胃的 酸胃的藥 酸胃的藥 酸胃是不是組收斂 組收斂嘛 對不對 那你如果遇到病人是胆結石 老師你怎麼知道他胆結石 很簡單啦 胆結石臉有壓痛點 這地方痛 晚上11點到1點 半夜12點鐘 指示的時候 美國的西學員起床的時候 他就開始痛 然後耳朵的胆點痛 都可以知道是胆結石 胆結石的時候 你不能用酸胃收斂 你用上低身 他收得更緊 對不對 不能用 但是膽發炎呢 你壓膽 膽濕點沒有痛點 但他膽發炎 水有點黃 大便不是很好 消化不是很好 痛的膽的位置上可以看到 肝臟的鹽呢 這個時候你可以使用他 收蟹 他的酸胃沒錯是收蟹 但他能夠蟹 他能夠清這個 清這個 胃苦 苦煮什麼 蟹有沒有 苦味的煮蟹 所以商機身 我們用的也很多 最常使用的就是肝病方面的 肝病方面的 所以所有的肝病 比如說我們的 遇到肝癌 肝硬化的 我們要酥肝的 我們所謂酥肝就是 木藥酥嘛 木太郁闷 太郁的時候 長得太茂密的時候 肝就生病了 所以木呢 中藥的觀念沒有 木要疏導他 要疏導他 那這個商機身呢 他是 秉風氣而生的 這個樹吹回來 為什麼我們樹要有風 因為樹你太密的時候 風大風來 你跟颱風來 把樹枝很多打掉 有沒有 然後樹就長得更好 那真的他的動作是 這是自然自然的修剪的家 那那個植物學家呢 這樹太密 他就先剪掉 他不能等到風外吹 對不對 他就先剪掉 所以樹這樣常常剪 尤其果樹 剪得它這部長得很好 那大自然就是 那個大自然發揮了 像我們佛羅拉 上次去年的風災來 你如果去看的時候 那個樹整個翻起來 那個松樹整個翻起來 那個大盤子 圓盤子 整個這樣翻起來 樹整個倒下去 然後 它清完了以後 又重新生氣盎然 太密的地方 它會把你吹掉 不要了 如果實在太多了 它跟你一怕火燒掉 老天爺都有 很公平的 所以才會循環 不要去破壞 這個自然的生態 所以你看是颱風 Huriken那種颶風來 實際上是節氣在轉換 對不對 夏天要變成太熱了 還變成秋天 節氣要轉換 對不對 那風災來的時候 也是有它的想法 那我們這個佛羅拉 是有名的 最有名的佛羅拉 就是風啊 閃電嘛 再其次才是鱷魚 再來是蚊子 所以你老是我罵蚊子 你不要來佛羅拉 這個當地都有當地的東西 那我從當地學到很多東西 我有個病人呢 他在高中的時候 就跟印第安人住在佛羅拉 沼澤裡面 暑假都住在裡面去釣魚 他就跟那個印第安人 老印第安人學 叫他怎麼釣魚 很奇怪 老印第安人晚上在那邊睡的時候 蚊子就只割他一尺 就不接近 都不盯他 為什麼老是盯我 對 就問那個老印第安人 應該看到他跟他講 實在後來 慢慢得了一個業以後 印第安人才告訴他 是我們當地產了一個樹種子 種 那個子 那子拿來打成 好像那個黑胡椒 曬乾打成黑胡椒 撒到菜裡面吃 味道就像胡椒 吃下去有蚊蟲不丁 天啊 我趕快去找 告訴他 對不對 你告訴我哪一個 趕快搶 不然我跟你吃 大黃那個 大黃那個黃蕭 他馬上跟我講是這個 所以很多當地的食物 當地的藥材 當地的植物 一定有它的功能 我們那邊有一個叫 Masquite raccoon 就是那個海灣型的 它叫Masquite 就是蚊子 刺激上最多的 你下次我們這樣講好了 下次你走的時候 會撞到蚊子 倒是蚊子 吃那個東西下去 你走 一罩一寸 一尺 蚊子進不來 你可以看得到 然後你可以去跟蚊子玩 拍它 它就散開來 你一手過去 它就散開來 身上的味道出來 對不對 他就跟我講 千萬不要講 因為他跟我一樣 你一講到藥廠拿去做藥 從此就發財 結果我們為什麼要給他發財 不要講不要講 所以只有他跟我知道 好 然後以後下去去了 說我拿給你吃就好了 等我哪天很確定 你不會亂講 再告訴你哪一個人 好呀 這種東西對不對 天啊 你現在看這種東西 這麼發財 對不對 又可以平衡 吃起來很像 果然胡椒的味道 對不對 你吃酸辣湯 摘一點一吃 蚊蚊不清 哇 真的就是看到 這樣子 這奇怪 所以 這個上天 老天也很公平的 什麼地方有什麼 就是什麼地方 有解藥在那邊 好 我們休息一下 好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好 像這個心儀花 好 心儀花 那心儀花拿到是殼是這樣子的 那用的時候你可以打碎 把它打碎 然後放在這個包起來 包在一起 那實際上你如果 過去的有用花上面有毛 纖維很多 吃了 連到喉嚨上會 殼 好 這個其實沒什麼 我們在用的時候 很少這個包在一起 到時只有 父子的時候 我們會包在一起 好 那這個酸藻人 各位可以看一下 好 這個 藥的原樣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